好来关心的是在街头出现的这肢体暴力 在台南游览车驾驶 疑似跟前方的机车骑士有了行车纠纷 这游览车驾驶就趁着停等红灯的时候 居然下车来人 推倒机车和机车骑士 甚至对着倒卧在地上的骑士猛踹了两脚 造成机车骑士当场炉内出血 目前人还在家户病房 生命垂危 疑似有停车纠纷的骑士和驾驶 在路口狭路相逢 骑士眼看游览车侵略性十足 不由得向前闪避 没想到这个举动却引来下一秒的杀身之祸 驾驶先是揪着骑士的领子 口角一翻 随后就将机车摔倒在地 骑士觉得不明所以 疑似碎念几句 没想到怒火中烧的驾驶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将他狠狠摔落地 骑士头部当场重创 而根据家属转述 打红颜的驾驶 接续再补上两记中角 这等凶神恶煞的模样 就连带转的民众都看不下去 赶忙前来劝驾 骑士送医后脑出血 在加护病房和死神搏斗 医院更发出病危通知 骑士哥哥将驾驶的残暴行径 抛上网 希望全民帮他弃胸 还给弟弟一个公道